好,各位陀克学校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叶瑞棠 今天我们来进行陀克学校的访谈 是要谈什么呢?谈有关于教育,亲师的沟通 这个国中阶段的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 那家长们如何去跟老师学校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那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杨明源同学 他是新北市中正国中的校长 然后有多年的教育现场的一个经验 那他,我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亲师的沟通 那我想这机会其实蛮难得的 是现场第一线教育的这个校长亲自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 那我想我们建宗四十届的同学们 小朋友我有听到有大概是在学领前的 那当然有已经大学的 国中阶段是青春期很重要嘛 台湾现在有少子化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请杨校长来简单的跟大家 先打个招呼,那先简单自我介绍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访谈 好,大家好,我是杨明源 那现在在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担任校长 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 那也一直在这个行政工作上面担任职务 那现在担任校长接触到的这个很多的教育现况 也多一些经验,那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杨明源同学他也承认新北市立三名高中的教育主任 辅导主任 那他现任也是新北市国教辅导团 自然科学领域召集人 以及教育部国教署自然科学学习领域的常委员 说我今天一定要跟他挖个包 他在第一现场碰很多很多这种国中的一个阶段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是 对,是我想大概亲师沟通做得好的话 大概整个教育的品质跟那个效率和现场会更好 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杨校长 先我们进入了今天四个字体 那在这之前 是不是可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来挑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 好,那我想在国中阶段服务这么久 国中阶段其实老师 尤其是班级导师跟这个家长的一个互动沟通 是我们常常在行政现场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 其实良好的一个老师跟家长的沟通 会影响到这个学生的学习 所以我想这个议题是蛮重要的 是 国中阶段是青春期 所以对小朋友 他是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剧烈的变化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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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上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又因为少子化 所以家长们对于这个小朋友的教育又非常的关心 那有时候过于不及其实都也不好 甚至呈现一些困扰或摩擦 那我们就先来请那个杨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子题 就是国中阶段要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师关系 我想你在现场要碰到很多好的例证 跟相对可能比较没什么理想的一个情况 能不能请杨向导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想在国中阶段跟小学的差异 就是导师他都带三年 所以说导师跟我们家长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建立 当然首先学校都会举办家长日 开学家长日跟导师做见面 做一个双向的沟通见面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有见到面了 那老师对于家长也会相对就比较熟悉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们家长都跟导师非常的密切的联系 那我们的小朋友他就会在学习上面 他相对的就会知道说家长跟老师是熟悉的 所以他在学校的一些表现 家长也都会清楚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透过这个小朋友来传达他学校的一个 这方面的讯息 这样单方面的讯息有时候 小朋友他会只讲他想要讲 那有时候这沟通就会出现在这个 中间这个桥梁上面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常看到一个现况 所以说建议家长如果国中阶段 我们还是要请于跟我们的导师来做联系 当然适当的 不管是通过联络部 现在有了一些mine的群组等等 那我想家长跟老师互动关系好 小朋友在学习上面都会跟着非常正常 这个大概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OK好 我的小孩子现在是高三 那他在国中三年的话 老师们其实都蛮尽心尽力的 校长刚刚提到那个学期有一个亲师的会议 那现在很方便有line的群组 所以其实现在要跟老师们取得联系互动 其实是还蛮快 而且即使方便的 对对对没错 像我们自己的小孩 大概都会读自己就是老师任教的学校 那他就会发现他在学校的行为一举一动 这个老师都会跟这个爸妈这样 有一个互动跟沟通 那他就发现他就会 他的一个这个在学校行为相对也会表现的会比较好 OK 虽然现在少班的话 不过像我自己是这样的家长就说 我觉得那个老师他要管那么多小孩 应该挺忙的 那现在又是这样的业务嘛 所以像我是比较觉得好像请教老师堂打扰到他 可能太客气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态度吗 还是说你是蛮鼓励的说老师跟家长有比较密切的沟通 我想老师也是有家庭 当然老师也都希望说家长尽量利用上班时间来做一个互动 那有时候老师也会担心家长太过于情与沟通 太过情也不太好 主要就是说利用上班时间的一些互动应该老师都蛮乐意的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多听听老师的一些看法 如果小朋友在这个学校的一些表现都OK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过度于说太多太多的这一个亲事的互动 对OK 好所以其实现在管道上要做好沟通是还算蛮顺畅 不过那个校长您所定义的良好的亲事关系 这个良好以你的理想境界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这样 良好当然基本上就建立在于说 老师希望我们家长怎么跟他来做一个互动 那每一个老师的方式不同 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家长日很重要 因为老师大概都会告诉这样说 什么时候联络比较方便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 老师就会觉得家长跟老师的互动关系很好 那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 是OK好 那个每一学期我都有去参加 我是觉得真的是资讯很丰富 而且比较了解那个校方 或班上导师他的教学的一个方针 跟重关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一定要参加 对 那我们再进入第二个子题 就是我们知道建立良好的亲事关系是很重要的 他有这样的管道 那我们就来谈谈看 如果说当班级的导师主动提起小孩子在校的表现状况 那家长该如何回应 这个也是我们会常常遇到的 有时候老师可能希望家长知道小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那他会有从他的观点来跟家长说明 一方面老师希望说家长知道小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回来听听小孩子怎么去描述这个事件 假如说是某个事件老师所提起的 回来就听听小孩子的一个看法 听了之后我想他可能有他的想法再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沟通 那如果说差异很多的话也可以是再去跟老师来做一个沟通 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中间的是老师的观点 还是说老师的关心 那小孩子的想法我想是最重要的 OK这种在什么情况之下 导师会主动去提起小孩在校的表现状 我的历史应该会比较极端一点 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上课穿纸条 可能这个青少年之间因为现在都是男女合班 那可能老师觉得他跟某某女同学或男同学 这个有这个交往等等 那像这种议题的话通常老师会希望家长能够知道 那像这种男女方面的议题在国中阶段是常出现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听听小孩子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说他觉得没有什么 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说 那这样子你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要怎样 才不会让人家误会 那第二种就是最常出现就是老师怀疑小孩子有作弊的行为 对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作弊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是某个角度的看法 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做一个沟通跟了解 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说如果说老师一再的反应的话 那我想我们就必须要去学校去工作 跟老师做了解 那如果说也许小孩子沟通OK了 那我想我们家长还是在相信小孩子的这一个立场上 给他一个正向的支持 我这个家长 我用我家长的心理来描述一下 我这种感觉不知道对或不对 就是好像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没有错 是没错 因为如果得奖什么东西应该也不会说特别来导师来联系家长 因为我们会看到讲座 小孩子也会出来 对是啊 所以您可能客气一点 您就是说提及小孩子在校表现状况 所以通常这可能是有点需要留意了 那导师觉得可能需要家长了解 才会主动提及 通常当然是副相的比较多 对 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常出现就是老师的管教 那小孩觉得他没有这种这种老师就会去跟家长说明 尤其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这两个是最常出现的 嗯嗯嗯嗯嗯 因为这种东西是适适而非 那小孩子一定说没有 如果长期没有处理的话 那这个不管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 这如果没有及时处理 往后面的就会越闹越大 OK 不过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帮老师校方这边讲几句话 会不会有些家长就看到说啊这个既然反应都是不好的 有些家长会不会有直觉反应都会比较防卫性重一点 嗯没有错 这个一定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跟平常就会跟老师讲 就是说我们其实沟通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先跟家长说这个小孩子好的地方 然后再讲问题所在 对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就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通常如果说沟通关系良好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嗯 因为平常建立的关系好的话 有这种事情出来 大家都知道是基于关心的一个立场 所以总之我想 我帮校方讲几句话 就是亲事应该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那跟小孩子三角关系 应该是处理的一个比较平衡的和谐 应该是共同建设性的面对这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可能要比较理性一点 这样子 对对对 事实上 OK 好来 那这是第二个小题 那今天第三个子题 这是小孩子回家抱怨导师啊 或老师处理事情不公 或对个人有针对性的时候 应该如何处理 这应该是蛮棘手的吧 会不会 对对对 这个 我想我们当家长 包括我是老师 我的小孩子 在这个学校 即使学校老师我们都很熟了 对 他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陈述啦 对 那我想这个部分 几个观点啊 当然还是我们这个跟小朋友之间的一个状况的理解 然后让他知道说这个当然要帮老师讲话啦 这个跟小孩子的关系 那如果说他是一直反应的话 那适当的我们也是需要去跟老师聊一聊 小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的观点不同 那也许我们关系良好跟老师讲 老师也会在他的课堂中利用一些方式来跟小朋友来做一些沟通 因为老师教久了就是会有一个习惯 如果没有人适当的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有时候还是会有他的盲点在 来来 对 大概就是说老师也是希望说家长有良性的沟通 我们跟大家提一点 大部分老师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我的经验是我觉得小朋友入来抱怨上的不公 或个人有针对性 其实家长处理要很小心 对 不然有时候小朋友只是情绪上 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 会让他觉得好像偏颇嘛 有时候他可能就都在老师那一边 如果说你就好像站在小朋友这边要去批评 或者甚至到攻击校方 其实像小朋友他就会偏颇掉了 所以这个其实要平衡好很不容易 对对对没错 这个我们自己当老师的又当家长了 这个部分 小孩子的这个 他的这个观念更是这样 因为他还觉得我们是站在老师那一边 对 那所以说 可以还是可以多跟小朋友去了解他的想法 OK好 那我们就来现场模拟一段好了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你是家长我是小孩 这样可以吗 好 我说 那个爸爸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老师他都很不公平 他都特别宠爱 我们两个学校里面某某某 某甲跟某蚁 然后对我们都不是很公平 对啊 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 对我们都同学们都觉得不太公平 嗯 请问一下 爸爸你 校长如何处理 你会怎么跟这样的小朋友 跟他有点情绪嘛 对啊 对啊 你会你会找到沟通 嗯 这个 你要你 你觉得老师这样子 评断不公平啊 好 那你 你觉得如果这个 你是老师 那你现在 遇到这个情形 那你会怎么处理 好 今天如果说 诶这个打扫不公平 都拜我去厕所 那这个他都这个 扫这个擦窗户 对 那今天如果让你当这个 干部 那你会怎么处理 好 那会不会同学跟你抱怨不公平 是 当然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状况 好 也许老师觉得 你这个可以做得很好 好 给你多一点机会 那你多富足 好 那如果你这样想 其实老师是看重你 所以才会让你做这些事情 好 所以不要说老师不公平 好 不然你下次问老师说 那我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 也许老师说 你做得很好 可以 可以去做 试试看 好 OK 哇 这个很食物 就是等于是让他意味思考 好 然后就想想 如果反身 反之毅然 如果是你的话 那你会怎么处理 那他就能够静下来去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就真可以试着让他们 试着去思考一下 也许他没有办法表达的很好 但是 对 可以让他试着 对 对 所以在协助他做独立思考 然后有点意味 然后意味思考 然后同理心 对对对 OK 毕竟他是国中生了 有自己的想法 不像小学生 小学生你跟他怎么讲 他就 诶 好像都很乖 又听 没有 好 国中老师的一般的做法 都会赋予这个同学 呃 干部的责任 跟这个权力义务 就跟小学生在下面 是 那所以学生到这个国工阶段 如果他是一个老大师长得很快 因为就是老师给他历练的机会 那如果说 遇到困难的话 那一般老师会给他一点协助 那从挫折中去学习 OK 对啊 所以我常觉得那老师其实是蛮厉害的 现在好像 对对 但是也好像有20几个小朋友嘛 对不对 对现在算是比较少啦 对啊 他每个个性都不一样哦 然后 时间有限 每个人都自己的想法 而且现在小朋友都蛮 都蛮敢于发表的 对不对 没有说没有说 而且你 你太过于高压制的话 他心里面是不服气的 对 是 所以那现在 以老师的 或学校的 立场来讲的话 在教育现场上 你们觉得在 小朋友 在教育过程 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困难的问题 当然 我们遇到的问题 通常还是家的 家长的一个观念 哦 家长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家长的观念 如果跟我们 非常契合的话 对 让小朋友在学习 觉得没有问题 是 不一定要课业好 但是他的学习的动机 跟这个态度会是好的 对 而且这个又牵涉到家长的背景啊 价值观啊 没有错 没有错 更挫伤复杂了 因为家长 就让他觉得 反正我在学习乖乖的就好了 也不要他做什么事情 对 但是这个有时候 我们当老师的还是希望说 他能够学习一些独立啊 负责任的一些态度 那这个就有时候观念上就不太想通 对 那现在少子的话会不会造成小朋友他们在这种责任感啊 或者处理事情的态度上会变得比较 比较稍微可能不足一点 因为就虽然间宠外急于医生 对啊 会这样的现象吗 因为家长都帮他做完了 对 所以小朋友现在他去独立完成一些基本的简单的事物 有时候都还是要在现场上去做指导 那他如果愿意尝试的话 基本上都还OK 但是有些可能过于他在家里面都不用做这些事情 然后态度上又觉得我都需要学习这些时候 基本上老师进行管理 家长如果观念你跟小朋友一样的话 那这个就会很麻烦 对啊 家长就跟小孩一样不成熟了就麻烦 就是之前提到的智商欺负 他就是一直很担心小朋友的这个 哪里这样来着 他还需要去帮忙 事实上在股东阶段我们都不需要这个样子 对 在股东阶段其实应该家长相当程度要稍微懂得放手 对不对 还是有少部分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 放心啊什么的 对对对 这样其实反而扼杀小朋友他独立思考 或成熟的去面对问题 对 这也是目前现在小朋友普遍上比较困难的地方 不过他如果愿意学习的话 基本上在股东阶段可以学习的成长的速度就会蛮快的 对 那现在好像就是不处罚就是不体罚了 然后好像正面的鼓励跟肯定 可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有时候好像我们太 好像为了要鼓励跟肯定小孩子 其实他可能没有完成的非常的理想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太长的给予正面的鼓励和肯定 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他的一些误解 我想那个现象 这样可能会导致出来以后 他在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有点 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做得很不错 基本上还是看每一个导师待班的手法 基本上在七年级的这个常规啊 习惯如果建立的好 那后续就会比较快 大概都要磨合一学期以上 所以学校通常会办理一些班级的活动 目的就是在帮助导师 因为班级的活动比赛 可以增进他们班级的一个凝聚力 那获奖啊等等 透过这些正向的方式 外在的力量 提高这个老师代班的一个士气 对 他的荣誉感啊 然后团队的精神啊 凝聚力啊 所以现在这个班级的活动 在各校里面 算是比过去多得很多 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让老师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透过获奖比赛得奖 然后增加这个班级的一个凝聚力 那也建立老师的一个代班的一个风格 让他有跟别班的差异性 讲到这个我的小朋友现在高中 我去参加过他那个高一新生的那个会嘛 两天 然后就有社团表演 各社团要招生 我这下面看文的舞的都有 至少超过40个社团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讲究多元教育不要只有十读书 那在国中的阶段也是这样子吗 他们有这种社团或比赛啊 国中的话像我们学校点课活动 就社团的部分是推得很好 所以他们在七八年 在这个部分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一个社团 那如果有些社团像这个校队 或者音乐性的这个校队 就会蛮多的比赛 那所以说也可以增加他们在学校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动机 因为这个跟课程又不太相同 对 这是他们喜欢的东西 所以又多元又活泼了 小朋友他就有 不会说只有读书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家长又有个问题 声音又跑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回看他书念的好 那又是因为随ター我懂 这怎么均衡不然他一直玩 不会啦 国中阶段的话其实还好 那课程还是在整个课程当中 那学校因为跟高中的社长不太相同 他还是着重在 国中还是着重在课业的比较多 是 那现在的这个教育会考跟我们过去的联考 是差蛮多的 对 所以说现在教育会考大概 在考到某一個程度 那他可以上到他想要讀的一個學校 不像過去我們都要背背背背了半邊這樣子 對 OK 所以那考試制度也引領了教學的現場 對 對 ABC幾分級 加加等等這樣 對 OKOK 這個題目我就問多一點了 多一點保 好 好來第四個子題 第二個子題 就是無法和班級導師或老師 有效溝通時的一個處理方法 這個問題開始比較站在跟家長的一個對話 對 對 應該怎麼處理 對 那個校長的建議是如何 這個在學校裡面就會 行政上會常出力到這樣一個問題 好 家長來跟老師中間是沒有辦法這個溝通 那通常我想家長如果遇到這樣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透過聯絡簿或透過很多方式 我們講了跟這個老師講的好像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平衡點 或者是他講A你講B 對 那我想這個及早的就要透過這個學校的這個行政單位 如果說要跟老師溝通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適當的求助 這個像導師的話是學務處 或者是輔導師來做一個聯繫 這個透過第三方來調解 避免到這個後續都已經對立的 然後才到學校來梳理 所以如果說我們家長如果覺得這個老師好像沒有辦法跟他溝通的時候 就是透過行政單位 這個我也是跟我們這個各位如果是家長 遇到這個問題不要忍耐 我們講不要忍耐 這個越早來跟這個透過行政單位 因為行政單位對老師還是有一定的越梳理 那也許老師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他透過第三方的溝通的橋樑 他及早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對老師對家長來講都是好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常講不要忍耐 就有時候有些家長可能就隱忍沒有反應 然後說跟老師溝通真的是無法溝通 那有時候就直接衝突了 這樣都等於雙輸了 所以校長是建議說透過三方 忍耐久了 忍耐久了 希望處理在那個小小的剛開始的時候 不要一直積累到很大的時候 說爆發出來就比較難收拾 對沒有錯 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如果是碰這種情況 也許可以找這個學務處 或者是這個輔導室的老師或主任來溝通 或者只是可能小小誤會或立場的問題 沒有錯 或者說可能是老師他教學久了 我有一個習慣性 也許沒注意到 那透過校方來溝通 可是比較理想一點 對 沒錯 好 那今天既然是校長 我們當然問點校長特殊的經驗 對不對 通常到校 問題到校長應該是很大條了吧 你要知道問題是什麼 對 到校長這邊可能家長都希望換老師了 這麼嚴重 這個已經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了 OK 是 真的這個是不容易處理 不是每個學校都願意處理這樣的問題 是 那有些家長最後沒辦法 他可能就會選擇轉學了 就有個朋友他好像可能小孩子會比較稍微過動一點 現在這種小孩子也不少 他比較活潑 有時候去弄別人 他問家幹嘛 挫一下 他也沒惡意 老師就很困擾 因為小孩子 別人的小孩會反應 這種情況是會發生的 會啊 這個 班上總是會有特殊的學生 通常如果小朋友跟我們家長反應說 我們班某某同學怎樣怎樣 那這個部分當然先聽聽看小孩子的想法 如果他沒有去影響到他的狀況的話 通常我們也是跟小朋友講說可能有某些狀況 那我們可以怎麼幫忙 我覺得我們教育我自己的小孩子說 不是每個小孩子的家庭都像我們這麼好 那每個人不一樣 我們可以多多的理解 那小孩子應該就會有比較好的學習的狀態 對 而且校長的出現就是家長不願意接受老師說 你的小孩子過動啊 坐不住啊 或者是請他去看醫生 通常是這方面的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對 國中階段的那個學生們他們的意識性還算挺高的 就好像男生到當兵的時候 哇三教九路什麼都有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 生技高度跟社費教育 國中可能也是會有這個現象 對不對 小朋友可能要及早去學習面對 對 對 那常態邊班大致上都有 那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碰到那個極端的現象的話 就是我已經到時候覺得 我可能實在受不了了 那換班是一個第二個選項嗎 對不對 通常學校不會去受理這個換班的狀況 校方的力量是不會上 絕大部分是不會上 因為換班是很大 對 管理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困擾跟紛爭 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大家都這樣要求嘛 為什麼他可以我不行 對 對 那別班的老師他也沒有辦法 你今天如果是把有狀況的轉到那一班 那一班的老師他也沒有辦法 對 可能他也不願意接受 對 也沒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問題來源沒有解決 對 OK 所以比較極端就變成說可能是轉校這樣子 那是下策 下策 那那個校長你在處理這一方面的問題的話 大概佔你的工作的比重大概多少 不多 對 因為大部分這些狀況大概都各處是他們都會處理 對 對 那比較有狀況他們會回報 是 那如果是老師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適當跟老師來了解一下 好 那這個四個子題的訪談大概到這一邊 那我不曉得那個校長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能你覺得我沒有問到 或是你講補充的 然後你可以暢索預言的這樣 那我想就是在學校的經驗我們還是希望說 親私生的溝通 最重要還是我們家長能夠信任學校 那我想信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相互信任一定會是給我們小朋友 在學校學習上是一個好的一個正向的發展 所以說當然多溝通 然後信任老師的一個做法 我相信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一個快樂的這個國中的一個學習歷程 對 OK 所以就家長方而已 首先就要信任老師跟校方 他們會進行經濟的去教育還有我們的小孩嗎 這是基礎 對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要多溝通 不要溝通 對不對 對 所以比較理想的一個境界的話就會是一個三隱的狀況嗎 對不對 對 其實大部分的近視溝通都是OK 那看到有問題大概就是剛剛所講的這個關係沒有建議好 是 對 好 收斂到這邊我突然覺得好像這問題不是很大的問題 哈哈哈 為什麼這種感覺啊 但是 是太理想化了吧 有時候觀念 也不是那麼容易 對 因為家長的學習力背景越高 他越會有自己的想法 哦 這是過去我們跟現在不太相同的 哦 這樣子 對 因為他覺得我 我的學歷也沒比你差 哦 對 OK 跟你以前想法不太一樣 以前可能覺得家長沒讀書 不好溝通 或者是他覺得老師就是對的 哦 對 那現在家長有的不認為是這樣 對 所以現在反而是 他的專業知識就一定有時候比我們高的時候 他覺得你老師教的這樣不對 這樣其實有點麻煩對不對 甚至好像你比較懂這樣 我在現場 你又這個意見又不一樣這樣 對對對 這個是我們有時候 反而會覺得很困擾的地方 如果家長很放心 把小孩子給學校老師去處理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OK的 絕大部分都是OK的 OK 好吧 所以家長還是要調適自己的心態 沒錯沒錯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已經當老師了 對 我們還是要 我們還是跟小孩子講說 你要相信你們老師 我們從小學就是給他一個讚觀念 好 我們那個親師的溝通大概到這邊 那我方便請教一下 我在這個主題裡面的 你有看到你的經驗背景上面 在新北市教育部 這個學習領域的常務委員 這個我們一般比較少接觸到 對 可以您分享一下 就是這方面你的工作主要是 那因為我們 我們學校是 新北市自然科輔導團的中心學校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新北市會有一些自然領域的 這個輔導團的老師 那他們對於這個自然科的這個 教學經驗也好 或者是熱衷 會做一些 跟其他學校做一些分享 我們當然上面的單位就是 中央的輔導團 那他們也會希望說 我們地方輔導團 一些想法跟這個看法 能跟中央的這樣一個政策 能夠做一些結合 他也需要我們現場老師的一些資源 那主要這個部分 在於這個專業學科的教學部分 對 了解 一般我們可能想說 什麼雙語學校 注重英語教學 那這個 你這邊就是因為是自然科學的領域 對 加強學校 這可能跟您是那個化學的背景 也是有關係 對 剛好 剛好 剛好是一個化學專長相符 這樣 是誕生機機生誕 沒有 我們中生國中 本來就是自然科學的那個 重點學校 對 剛好去這邊當校長 那可能因為你這個背景借重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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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不過這樣才是正常的 合理的 對不對 對 沒錯 自然科學的背景 然後再去加強 在這個重點學校上面 那就是小二弟章 沒錯 如有天意 對 OK 那我們今天的訪談大概差不多這邊 好 滿 機會滿難得的 那我想 楊校長跟很多 可以分享的主題 那我們一段一段來 先有機會 以後再來 這個 請教他 真的非常難得 一般我們可能就是跟 這個老師 有面對面溝通的機會 就是非常的難得 請到這麼優秀的 這個 這麼年輕的校長 跟我們講他的 從他的校長的管理的角度 來 跟我們談那個 親師的一個 溝通 是 好 OK 好 那我們今天反到這邊了 好 謝謝這個楊校長 好 這時候鼓掌的聲音 在背景上 好 謝謝你 我們今天的投課學校 分享到這邊 然後我想 可能你的小孩在這個階段 可能以後會到這個階段 或者是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家長 分享 那促進台灣的整體的效率 品質都更好 我想對國家社會都是一個好事 那我們今天謝謝楊校長 好 謝謝 謝謝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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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